我叫林子干 1996年出生自香港 我叫罗伟元 可以叫我安娜 是16年来的清华 我叫郑浩盈 然后我是97年 就是回归那一年出生的 从小到二我父母都很鼓励我 来内地走走 内地的政治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 确实在这几十年以来的进步很快 他也想我建立着自己在内地的一些人脉 可能更有助于以后的发展 为什么选清华呢 其实我是因为觉得清华这个平台 是非常特别 非常宽 非常广 全中国最好的学校去学习 然后其实另外呢 我自己一直对外交也非常有兴趣 而香港是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的 我觉得我想学 首先有一个原因是 对内地的互联网发展得非常快 它真的是一个很有活力 而且很有空间的一块土壤 就学术实力来看的话 内地的高校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而且就有时候也会想着 可以跳出自己的舒适区 多去不同的城市 体验一下 可能香港会更重视那种 个人主义的 内地会更重视那种集体主义的 香港的学校 就是你不参加什么班会的 不参加社会的活动 你也不会说 就是大家有什么意见 但是你可能在内地 你必须得去牺牲一些个人的时间 去参与这些的团体活动之中 那内地去上学以前呢 我会有一些的误解 都会说 就大家的思想会比较保守 那内地上学以后 也觉得并不是这样子的 就比方说 我的内地也是上比较好的学校嘛 所以说同学的数字也比较强 也比较敢去发生 就后来我就意识到 我们国家传统以来 一直都是很重视教育的 所以我们能够培养一批又一批 很有想法 很有建设性作用的一些人才 去推动我们这个国家 在不同领域的一些进步 我觉得就是国家发现委 这个实习机会 跟我刚刚说 为什么显得来清华 其实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因为这个是清华就是 给我的机会 在国家发改委实习的时候 我是代表者 就是中国的谈判团 去了比较多的联合国会议 就是我认为这个是 我在香港 就政府实习 未必能得到一些机会 因为香港 是只是一个城市 它没有办法 就是在联合国里面 有自己的一个代表团 就感觉到这个 这个差异 中国内地 就是在建国以来 其实很多 比方说机场协商民主也好 自理体系和自理人的现代化 比每几年就会做得越来越好 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在香港 一些很主流的教材 或者说主流的观点 它并没有太多去描述 所以说香港同学 他们比较缺乏对这一方面的认知 很多香港最好的一些选生 他们都会选的医科 或者选择商科 就是我之前选 我之前选的那个全球商业 要有一些是选法学 在内地的话 其实不一样的 就比较多元化 然后甚至导致香港 就业压力也就挺大的 但是这就是要看政府 它有什么手段 去解决一下这个就业问题 例如香港想做这个中药港 还有数码港都失败了 这也就显示出 其实要改变一个社会 它的一个焦点是比较难的 我们香港回归才22年 那确实就很多殖民 时期以前的一些政治文化也好 社会文化也好 可能还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改变 特殊政府它必须有一些 更好的一些政治制定 去打殖民化源是更好的根治 更好的处理 没想到内地大家这么喜欢小龙虾 我没有吃过 在香港没有吃过 我觉得北京菜的话 那个茄丁棒面我很喜欢 说实话我觉得 论吃的论喝的 北京并没有比香港便宜多少 我是一个奶茶控 然后我最喜欢就是一点点的 不拔奶茶 我每天都点一杯 刚才的时候我普通话 就说了像某些香港明星一样 我后来就是大西北的 大东北的 同学都可以很好的去教育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